你是说宗内弟子除了我 你再无对手 好一个自命不凡化天命 来 灵心境 我不想伤害宗门花草 就在此处切脱吧 好 化石帝 你不拔剑 成不了我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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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周周凡岔 叩金钟 竟然破了我的炼心镜 一爆星辰会产生阴蔽能量 再试试星辰对撞之力 好 好 星辰的力量 好 罗师弟 画师兄 好 刚刚那股星辰之力 是出自你手 嗯 请问 这位师兄是 青云榜第一 裴天药师兄 我们在此切磋 没想到碰见你修炼 小雨凤罗生 见过裴师兄 抱歉打扰二位师兄切磋 你既然不肯拔剑 那今夜切磋便到此为止 我拔剑之日 便会夺下青云第一只神 哈哈哈哈 大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海比一浪高 浪里个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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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裴师兄 可是出自渭水裴家 没错 不过他并非世家顽固 从不依赖外力 全靠自身修行 哦 罗师弟 你已晋升为内门弟子 嗯 我打算 报名参加拳风大比 大比是一对一比式 我记得你的武器是一把飞刀 正面营底有所欠缺 你可考虑再备一把武器 多谢华师兄提点 正好攒了不少天眼精华 卖掉后 应该购买一把好武器 这都是我们拍卖行的上品宝物 嗯 公子可尽情挑选 一定会有让你满意的武器 这剑胚是车道子的遗作 本该是仙器 只可惜最后一道工序凝炼 并未完成 练习宗法记录的凝炼 就是让剑胚吸收天眼精华 正好 我有不少 我就要吃剑胚 至于费用 我想长期收买天眼精华 费用从交易中扣除 这剑胚是练习宝 可稀罕得很 若是大量出售 恐怕会被人觊觎呢 不过呢 我有法子为公子分忧 只是这佣金嘛 所以才会遗E0 遗体叩壳 never won 如这一倍 会被 WW2 8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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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可愿到寒舍饮杯薄酒 与我促兮 告辞 这嫩小子 兄弟 练剑找我战火英杰 宁马标价 人人都说好 不用了 我打算借个练骑士 自己来 你一个小羽丰的弟子 你还懂练剑呢 对懂 对懂 你懂个屁 咱们封的练剑士不对外足迹 赶紧滚 十滴天眼金花 兄弟 这边去啊 那小子绝对是个钱多人傻的主 等着吧 肯定宁愿成一团废铁 有胎口疼 会举手 到时候 咱们就一唱一喝 给他推荐补救方案 要是他成功了呢 那我管他叫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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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风 玄风大体选拔试炼 开始 凌羹两万八千分 不愧是凌羹师兄啊 既然能拿到这么高分数 我们这次一定能拿到好名字 千龙在渊 罗征 我 是不是没睡醒啊 罗征他 他不是人 罗征 五万五千分 打破小雨风记录 罗征 凌羹 代表小雨风出战 你竟然让一个仙天静的小子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杀了人 我 我没料到罗征竟然有如此实力 必须解决他 可他有苏灵运护着 要是被宗主察觉了 察觉又如何 清云宗长老的俸禄还不够我买养颜丹的 真当我稀罕 殿下一直想拉拢手握兵权的诸葛家 现在正是好机会 若我们除掉罗征 替诸葛家报了仇 他们自然得成殿下的情 您说的殿下 是指梵天王朝的三皇子殿下 没错 只要我们帮殿下夺得皇位 清云宗不担忧吧 罗征要代表小雨风出战拳风大饼 我们只需找个合适的弟子 让他不小心在擂台上把罗征给杀 你去安排吧 我要让小雨风在第一天就全军覆没 罗征死无全尸 老子黑鸣 人称后海快刀 这也叫快刀 擂台比武本事切磋 你的弟子竟然下如此毒手 小雨风 小雨风真是一年离一年 要不就取缔呢 王晕 你少女师兄 今天必然不付出代价 何证 葡萄 最好和你嘴一样硬